就來看雲林倒立 有一個雕像 老兩屁的水手 拿一支的補充 說這位就是補欽 台中軍 這是有故事的 民國八十七年 新加坡的新公部隊 在倒立 發生冰車 西鄉的遭過 這順的雕像是台北 一斤的雕像 單調的這個雕像 不然讓報告倒立 沒多久就傳出 順著這個新加坡的 軍人的靈魂 就附在這個雕像的臉上 時間一個久就將作 收穫黑山水口的補欽 台中軍 若到雲林倒立的高區 都讓路邊這順補欽 補欽 台中軍去民調 因為這順心想 不像軍中 要補充 還有老兩杯水手 跟臺灣民間信用的新民 完全不一樣 有人在網路隊中 發現這順心想是真正 讓一間台北野店 單調的雕像 讓人搬去倒立 以前在一九九半年 一台新加坡 新公部隊軍用卡車 在倒立 發生冰車以外 造成一四兩雕像 後來不知道怎麼突然 突然說 順著這個新加坡 軍人的靈魂 順候在這個雕像上面 在地人到學生 後來雕像開工 點檔變成補欽 台中軍 連新公部隊的政府官 都感覺這個信心 跟順著一個家屬兵外行進行 後來去黑山水口的時候 西港人員為救平安 馬來西亞拜 北京的台中軍 順守在這裡 看過對方的黑山水口 保備在地人出於平安 成為鄉下團結